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陳俊宇 今天特別在記者會現場播放國歌 來呈現國歌歌詞党國不分 同時凸顯國歌已經不符合 台灣當前的社會環境 以見民國 以敬大同 他在中國要創造一個民主共和國 那這個歌跟台灣作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 完全是不相容的 那整個歌詞啊 跟台灣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是完全不同 不能代表台灣這樣的一個有活力 然後有實力 然後多元開發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又攔場 剛才我們這樣聽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是怎樣 沒有給人的感動 也沒有給人的感動 沒有給人的感動 或是輕鬆的感覺 所以這首國歌 我比較實實是已經不符合我們台灣目前的狀況 我未來進入 你歡迎強烈來要求我們相關的部份 對於國家的部份 應該要中心來認定 新的歌詞跟歌曲 陳俊宇說 很多人可能認為修改國歌不重要 但是今天若是民進黨的黨歌變成國歌 大家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因此主張推動國家正常化 就要重新創作符合台灣精神 凝聚台灣人的新國歌 這是當時國民黨所發佈的一紙公文 他裡面就是寫到 以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為中華民國的國歌 這才有寫到 就一紙公文 就把國歌定掉 就是用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我們因為一個國家應該有國家的界 而且人民要怎麼去凝聚他們的相親力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秀儀 我們台灣人真正的國歌 所以未來如果有機會進入國會 要推動我們國家正常化 我希望我們可以中心來認定 一首真正的秀儀台灣人的國歌 聯合俊宣總部副主委陳經德 則是指出 國歌是凝聚人民共識的精神象徵 各國國歌都有其意義 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為何用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來作為國歌 應該審慎思考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麼多黨 那麼中國國民黨 在台灣也不是執政 他已經被下台了兩次了 那為什麼要用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作為中法民國的國歌 難道我們不應該思考一下嗎 難道我們不應該思考一下 我們要用什麼歌做國歌呢 那中國國民黨他為什麼堅持 不改不同意中法民國的國歌 要重新來由所有的民眾或人民來票選 或者是大家來填詞或來作曲 他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說穿的就是他的黨國幽靈啊 陰魂不散 國家要正常話 黨哥不是活哥 國家要正常話 黨哥不是活哥